大家好 我是黑子 今天要帶來的是一部咖哩的製作短片 今天所用的咖哩是由海妹從日本買回來的 SFB特樂咖哩 有20種野菜與10%增量 所用到的食材有兩根胡蘿蔔 2顆洋蔥 1顆蘋果 3顆馬鈴薯 與帶骨豬小排200克 陸續將胡蘿蔔去皮切丁 馬鈴薯去皮切丁 蘋果去皮切小塊 洋蔥去皮切小塊 加入半匙的鹽巴跟胡椒 把已切塊的豬小排攪拌 之後熱鍋 倒入些許橄欖油 將備料倒入乾炒數分鐘 加入豬小排 持續炒至約七八分熟 緩慢加入800ml的水 將水煮至滾開後 加入不可或缺的咖哩塊 接著將火轉小 並持續攪拌 攪拌 再攪拌 攪拌至咖哩塊均勻溶解 之後熄火 關上鍋蓋 燜煮一陣子 配上煮好的白飯 好吃的咖哩飯就大功告成啦 感謝各位觀賞本次的影片 有任何想法都歡迎留言跟黑子討論 喜歡這部影片別忘了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分享給你身邊所有的好朋友 我是黑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